舒琪不幸郑一剑求婚 舒琪最近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好友郑一剑最近终于向萌家会求婚了 消息一出外界都相当兴奋 看来一直抱着不婚主义的郑一剑终于要结婚了 舒琪是郑一剑的好友 听到这事她居然一脸的惊讶 哎呦 好像 因为以我哥 就以一剑她的那个 她很像小朋友的个性 而且他们两个人 基本上他们两个人都是比较崇尚自由主义的 所以两个都是小孩 他们我觉得组组的家庭对他们来讲 好像不是一个特别重要 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各方面都非常的match 而且很sweet 所以那个 很多东西只是形式上的 最近舒琪和冯德伦同游日本的新闻 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过对于外界的揣测 舒琪回应的相当坚决 其实我们真的是十几年的好朋友 真的 为什么不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觉得你们也很 我觉得我已经回答很多次这个问题 就不用再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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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